你愿意相信狗狗能够战胜生存几率只有4%的绝症吗? 我愿意 2021年4月11号的清晨 在跟三水玩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有血 我手上也有血 扒开他前胸脑毛发现有一块很大的溃烂 已经发炎 接下来的一周三水的病情迅速恶化 从喉咙到腹部多处出现泥烂 从已往外的烂 后来开始拉血 牛鼻血 5月22号 三水被诊断为容血症 必须手术 看着三水推进手术室 我突然有种释然的感觉 觉得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三水不用再遭罪了 我也不会再做噩梦了 梦见他浑身烂掉 大夫说要取块肉做活检 当时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术后由于容血 三水的血氧含量一度很低 非常危险 所以他每天还要进行一个半小时的高压养仓治疗 以保证他基本的供血功能 三水很坚强 比我坚强 可他强烈的求生欲望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 五月二十五号 医生发来了三水的病理报告 确诊为皮肤血管流 建议化疗 我不愿意放弃 我不相信一个大年三十出生的小狗 能有这种厄运 它从小到大是那么的健康和快乐 是犬舍里第一个学会找钥匙和老鼠的小狗 是犬展上的小明星 我最年轻的搭档 其实我知道 我是在赌 我赌三十能够创造奇迹 我赌三十能够像其他小狗一样 平安健康地长大 六月一号 我们终于迎来了希望 三十童窝的小公狗给三十配血成功 这是治疗容血症唯一的办法 两个月后 我们终于可以接三十回家了 今天是三十与肿瘤抗争的第整整六个月 它的病情挺稳定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奇迹 但我知道我和它都尽力了 我希望用此片献给天下所有的毛孩 愿你们都能平安地长大